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余飞 又來到快平的時間 今集為大家介紹兩份材料 前幾天大概是6月24日 星期四 由新聞之道因應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週年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說將會發表與共產黨有關的白皮書 我留意到這則新聞 是因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 這些字眼很吸引 立即上網看看有什麼相關情況 誰知讓我找到一份 新鮮熱辣的白皮書原文 不過我看清楚名字 這份白皮書就叫做 《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 名字有點不同 我搞了半天才知道原來是兩件事 原來因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國務院新聞辦 在6月24日發布了 《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 開了記者會 而第二天 6月25日 就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 是另一個記者會 即短短兩天內 就有兩份重要文件發布 聽到朋友 我跟著國情 都出現上面少少搞不清楚的情況 即可能反映 或者相關的新聞報導 未夠清晰 尤其是對中國內地之外的地方而言 也因此我用快評今集提一下 簡言之 那兩份白皮書 是對兩方面的情況 作出回顧、歸納、陳述當前的情況 以及展望未來 未來就是為第二個100年奮鬥 那兩份白皮書 6月24日那份 就是就中國共產黨自下 人民的尊嚴和人權保障而言的文件 而6月25日那份 就是就中國共產黨 作為世界上的新型政黨制度而言 講一下產生、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 以及展望未來 聽到朋友 我還沒看全文的 今集快評只是跟大家提出 有這兩份重要的白皮書 他們的新聞和傳文 我會附個連結給大家 再提一次 如果用電腦看我的視頻 下面的文字版就可以copy 如果用手機看的 你要打一些關鍵詞自己去搜尋 不難找的 一定找到我提供的材料 在此多謝大家的包容 因為我什麼都先講材料 之後再講自己的看法 我暫時都不想改變這種做法 因為我覺得 培養搞清楚事實的來龍去脈這種風氣 太重要了 今集先講到這麼多 歡迎你們點贊和轉傳 你們的轉傳對我們很重要 我是魚飛 下次快評見 拜拜